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老旺 我是郭重仁 今天想跟大家谈的就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发生在佛罗里达 Parkland地区 道格拉斯高中的一个枪击案 是他们的一个退学生 当天闯入了校园 杀了三个老师 还有14名学生 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气愤的 主要是因为他所行凶的武器叫做AR-15 就是我们民用版的M16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其实这是非常有威力的杀伤性武器 这个凶贤还没有满18岁 根本没有成年 但是他却可以 很多地方他根本没有资格买手枪 但是他却能够买了这样子 高杀伤性的攻击性步枪 让大家觉得现在 美国的枪支管制实在是太松了 更何况在这个之前 已经有很多人密报FBI 说这个人是危险人物 他常常在YouTube上po他 涉及甚至有一些言论 都让大家觉得会对他以前的同学跟学校有施暴 所以FBI对这个事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被很多人批评 甚至还有人提到他这个学生加入了右派的极端的白人组织 这个事情已经让佛州的州长要求 这个FBI的局长必须要下台 但是我们知道做国际新闻 常常看到美国有枪击案 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事情将近一个星期了 一直在发展当中 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的风潮 这个事情在网路上面的热度一直在讨论 大家都在批评 尤其是川普总统 还有佛罗里达州选出来的参议员卢比欧 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 这个事情可不可能演变成一个新的 要限制枪支的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呢 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谈 第一个 因为这发生的地方是在一个高中 老实说受害者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 有这种休息与共的群体意识 这比过去有些时候发生在公共场所 像在拉斯维加斯去年的事情 还有以前发生在戏院的枪击案 它的内聚力都会比那些事件来得强 其次 这些学生17岁16岁18岁 他们是跟着Internet一起成长的 老实说社群媒体就是他们最主要 获得讯息跟发送讯息的一个管道 我们在这个社群上面看到 讨论这个事情的程度异常的活跃 尤其是有一些年轻人讲出来的话 更让人非常动拢 像一个Emma Gonzalez 我想大家可以从网路上面可以看得到 她对于整个事情的批评 似乎是说出了这些年轻人的心声 第三个我想从1991年科伦拜这个校园屠杀事件以来 已经发生了非常多的校园枪击案 但是华盛顿跟各州对这个事情 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办法 有的人说在部分州 他们实施的比较严格的枪支管制 事实上犯罪率是往下降 这是没有错 但是在全国的层次上面 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 主要是因为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美国的枪支协会 在美国国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游说团体 他们甚至把每个议员 对于涌枪还是反枪的态度 做了评量 比如说有些是A家的议员 他不仅会得到NRA 就是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政治现金 那有些凭在C甚至D的议员 会发动他们所有会员写信去抗议 我想卢比欧是弗里达选出来的参议员 他就是属于A家的 然后去有一年他就得了300万美元的政治现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额 同样的川普总统 同样在竞选期间得了几千万美元的这个竞选的资助 川普也是从雷根以来第一次到NRA这个场地去给公开演讲的 他当然是支持这个涌枪的 川普在事件一发生的时候 他是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这个人的精神不正常 不是他拥有强制 后来看到整个反对声音越来越大以后 他又想要用这个方法来怪罪FBI 说FBI在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他把太多的资源放在通俄门的调查 而忽略了这个地方 现在必须要改选更张 甚至大家怀疑他要FBI的局长下台 但是最近这一两天川普发现势头不对 再度又改变了 希望能够我也是赞成限制枪支的 川普提出来有两点 第一点川普说用行政命令 他提出来要把所谓撞火枪托 所谓Bomb Stock 这个撞火枪托原来我们看到这个 AR-15是半自动的步枪 他装上这个东西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全自动像机关枪一样 为什么去年在拉斯维加斯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主要就是那个枪手 他按着扳机不放 就像机关枪一样一直可以扫射下面的人 短短的这个一分钟里面 可以打出几百发的子弹 这是个非常可怕的一种武器 那川普说现在说 我用行政命令要限制这个事情 第二个 他对于国会 9月曾经有一个 对于未来购买枪支 要更多的审查 这个措施的法律 他表示要支持 为什么去年9月 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之后 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一直通不过呢 主要是参议院提出来 但是众议院里面有些议员 说通过可以 但是你要加一些附加条款 包括NRA一直想要推的就是 所谓在公开佩戴枪支 因为美洲跟美洲的 它的限制条件不一样 它要有一个全国适用 大家都能够公开佩戴枪支的 一个补充性的条款 这个事情当然是反对枪支人 不会同意 所以就僵在那里 川普说现在他要支持参议院的版本 是不是如此 可能呢 我们不知道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NRA在国会里面影响力之大 这个事情不只是在联邦的层次 在地方也是一样 这个礼拜三就是今天 原来佛罗里达的州议会 要通过一个限制枪支的 按理来讲 自己的州 自己的高中 发生了这样的枪击案 一定会通得过才对 有很多学生预备到这个州的首府 去给他们压力 可是在那之前星期二 他们就加快角度 否决了这一个限制枪支的 一个相关的法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事情 不仅在联邦甚至在地方 都有很强的反对 在那里抵制的那个声音 不过越抵制 其实也会引起反对枪支的人的不满 那也引起全国性的这个行动 也会越来越大 我们知道现在各个民间团体 已经在串联了 预备在3月20 3月14号发起在各级学校里面 要对这17个受难者 有17分钟的哀悼默念 然后在4月的时候 20号在科伦拜校园屠杀的19周年 还有另外的行动 这样子会不会越来越大的全国性的反枪的行动 会不会导致整个限制枪支能够奏效呢 虽然现在看起来芳心慰爱正在发展当中 有人说这个也可能像一个反性骚的 性骚扰的MeToo运动一样 也会逐渐形成一个声势 能不能成功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今天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